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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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中产党 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 其实就很时间性 所以我们可能用一个理念的角度 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这个脱欧问题 脱欧在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 就是这个进度到这里 第一 就是文翠山的方案被否决 接着就是他的不信任动议 又被否决 大比数 好像不是 差几票 差几票 有很多人说 其实我又不明白 有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这个脱欧方案被否决 其实如果是数完票 以前各大传媒已经一早说 一定是被否决定 看看会否破历史记录 接着这个脱欧方案被否决定 他就说 文翠山一定会被推翻 但其实很多保守派的人 一早说了 虽然我们否决了文翠山的脱欧方案 但我们会继续支持文翠山 这些事情 其实在传媒一早已报 我不明白 香港也好 海外的评论员 每个都可以猜错 但这些事情 拉远一点 不要说 现在我们这一刻 文翠山就会建议 一个新的脱欧方案 再拿上议院表决 但我们都会猜到 一定会被否决 因为其实现在 这些人就是 反对他的人是两个极端 一班就嫌不够辣 一班就嫌太辣 这两班人永远都不能够较 永远都不会过半数 但我们主题 主要都不是去讨论 因为脱欧 又是牵涉到一个很理念性的问题 就是人们又说要搞公投 然后也有人说 其实你们现在搞公投 不就是反口 不就是无视民主程序 不就是完全不尊重民意 我觉得这些关于理念上的讨论 是比较少人去深究 而也是值得说的 这个我从常识来说 因为我刚才跟你讨论 我们不得要理 我就是傾向于不停公投 不停就同一事件的公投 是非常之无稽 就是非常浪费那个 就是非常智商矛盾的一件事 因为我个人来说 我是注重邏輯的 我很讨厌一些智商矛盾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说A 也可以说B 但你不同时间 A和B如果有内在性的智商矛盾 我是很厉害的 固然你可以说 我改变主义 但你整天改变主义 是真的很难接受 你问我第一件事 就是公投 究竟有没有 如果你不脱欧 究竟有没有违法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公投 我经常都想起 卡梅伦就说 他当初搞这个公投 没有心思数捋 我现在看回事情 其实是很有心思数捋 因为当日卡梅伦 为什么要搞公投 其实他是说 我就是不想脱欧 一路永远 我们就搞了脱欧 他原本就想着脱欧协议 会被否决 脱欧公投被否决 便解决这件事 他怎么知道会过了 原来不是 原来他都猜到 这件事会万一发生 所以脱欧公投 没有详细说 如何脱欧 亦都没有法律效力 我们先讲一讲这些说话 这里打差一点 就是我觉得 因为之前戴耀廷 说过不如香港举行一次公投 什么都解决 但其实公投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 当大家发现那一件事 原来可以谈的 是不犯法的 是不犯法的 是兼聪谈的时候 就大量 当时的时候 等于总统候选人 一个你不认识的人 那个人没可能选到 但突然间在很短时间 做势 原来克林顿初出来 没有人认识是谁 但因为有一段很短时间 很密集的做势 大家就全美国都知道 相对来说公投 或者所有的议题 你以为完全不会发生 因为当时看过民意 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但当原来那件事 一摆上桌面的时候 大量的舆论会跑出来 那样东西 本来在之前 将公投摆上桌面之前 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是突然间会变成很可能 那样东西 是一个共同意 你应该知道 你以为不是发生 但原来可以讨论 那样东西 会变成那个势 那样东西 当然 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回看 做的时候 就没有人说这件事 最惨 全部都觉得 没有理由通过 但是 因为第一件事 你看看 如果这个世界 有些公投法 就是要写下法律 比如瑞士 那些公投员 有一些事情 是要有法律的追溯力 台湾有些公投 其实都会令到法院 会解释 解释法律 你都要向着这个方向走 但是 英国就没有 英国就是 你不做都没有问题 你纯粹是背着 一个道德上的批评 那些人通常 民主概念 就是说 一个小国是可以经常公投 就一些大议题 就是公投 但一个大国 因为太过努民商财 就很难私事公投 这些都是很模糊的 什么叫做大 中国来说 英国也是一个小国 但是 大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现在的脱欧协议 没有经过国会通过 就反而是违法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好了 现在英国的情况是如何 我有些什么值得讨论 第一件事 我对于公投应不应该再搞 我自己是比较立场中立 意思是什么 我同意周远大师说 你搞得贊成 明天又可以搞个反对 反对完又可以谈一个感 就是没完没了 做不到 那样东西 任何方式都做不到 但是 我有个感觉 当然另外一件事 如果现在搞了 如果你现在又不搞 脱欧 又或者你用某一种方式 令到脱欧是不能够发生 你就是不尊重民主程序 你就是好像你之前做的 原来可以输打赢要 我某程度上是同意的 即使你说 我现在觉得解决不了 我就用一个新的工程 解决不了 就想到方法解决为止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 在政治上 从来没有道德 全世界都知道 政客就最喜欢搬龙门 所以 如果你讲民主理念 讲程序公义 甚至讲道德层面 我觉得都是浪费 即从来这个世界 无论讲到那个国家 那个议会有多民主 都好 这些都是废话 我最喜欢听这些东西 我最不反民主 当然第二件事 就是议会为什么不去实践 就是你要尊重那件事 为什么你又要再搞新的公投 其实有很多世界的示威 也好 公投也好 其实都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经常觉得 我们代以政制 把责任交给政客 那就由政客帮我们做 你投得那个选票 你就应该是认同了议会 但问题就是 你认同了议会 你又不相信议会 又搞其他东西 那你是不是自身矛盾 这个世界从来都是这样 从来 例如我们讲 黄背心运动 明明你选了马克龙 你应该要宣众他的意愿 你下届踢走他 为什么要搞暴乱 太阳化 为什么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 第一说 你求了马英九出来 你下次选了蔡英文 去推翻服务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民主失效 但这是一个议会失效 这个世界就是会有些时刻 是制度失效 议会是反映不到民意 其实现在这刻也是 我最想说在这个题目是什么 就是有很多人都觉得 文聚山今次的脱勾方案被否决 就会有二次公投 先看清楚 第一件事 现在在这个议会 不是保守党支持脱勾 而是工党反对脱勾 现在是保守党和工党都是支持脱勾 它里面没错 是有些人是反对脱勾 是留勾派 但一 这班人是少数 二 你觉得重申大选 会否选到变成多数 第三件事 工党的人 他现在面临一个选择 一 就是我们搞二次公投 令到不再脱勾 那你帮保守党找到个落台阶 二 就是怎么都脱勾 然后脱勾之后 责任就被保守党背 我们工党就可以享有十年的范围 你猜一下他们选择些什么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民主 就是我们经常挑战 有很多时候政党的利益 个人的利益 议席的利益 就是先于公众利益 应该这么说 我也不是很失效 因为其实 无论在民主社会 在独裁社会 在任何政制 在专政政制 都好 都是个人利益 政党利益 大于公众利益 就是没有幻想 他们真的会为人民服务才行 我原先的想法就是 起码议员的议席利益 个人利益 政党利益 是会大致上和群众利益一致 从来都不一致 但问题是 举个例子 如果我支持留欧 那我下次选举 我就投个留欧派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可能你的选举 没有留欧派给你选 可能两个都脱欧派 是会有个脱欧派 但有很多人就觉得 那个人一定选不到 我又不能支持他 但有个留欧派出现 很奇怪 那你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超过一半的英国人 希望有公投 但在议会上 超过一半人 是不想有公投 这些就是我觉得 现在在这个脱欧程序 有得不去留意的地方 因为实际上 政治上 因为选举需要很多钱 需要很多不资源 实际上 所有议会选举都是一些 一些选侯 就是有钱 或者有权的人去 或者可能香港来港 虽然未必一定有钱 至少都是一些 拥有了传媒实力的人 才能够推举一些人出来 所以基本上 选举到最后 到最后 在任何情况之下 都是一个 类似宣传选举 即是 哪个人有 选举提命权 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 两党制都有一个问题 有时的意见 会选举到 两个人都代表不了你 这些情况 其实很少 你想想 在民主历史上 有几可 两个政党代表的意见 竟然会和民众有差异 但是当出现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觉得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公投是合理的 就是因为 这个议会代表不了我 我就是要搞一样东西 令到那样东西 指定的议题 是可以顺利 但是公投的问题 如果你有一个公投 你一个没有细节的公投 下次搞一个细节的公投 是的 你一定要是 那你就要一个公投 就是这样 再推出一个有什么 今次你的公投不什么 下次再推出一个 公投 现在决定就退出 不过 我们这个退出方法 就是给别人公投 就是不需要 再不断公投 反过来 你要搞公投 都要有些门槛 起码 你都在议会中 拿到一定的数量 比如一个简单多数 你才可以在议会推动公投 如果你推动了一个赞成脱欧的公投 过了 那我又觉得短期内 会不会很容易可以搞到一个 我又要推翻一个脱欧公投 我觉得应该公投方案 是要再公投通过 就是脱欧 但是脱欧的方案要公投通过 如果被否决了 否决了 再来过 否决再来过的意思是 可以停止脱欧 还是再想个新的 再想个新的 其实跟你说法不是一样 又会永无止境 再想个新的 最多被无止境 最多被无止境 没有自相矛盾 我之前答应了脱欧 明白吗 你不可以之前脱欧 接着不脱欧 我自己就觉得 如果你是可以永无止境 我觉得你去其中一次 是推翻脱欧的决定 也都没有什么 至少你推翻几次 至少你推翻几次 你没有理由 你没有理由 脱欧方案是一千年以后 我们都要坚持继续公投 至少你能推翻几次 那几次就是个人意见 但是我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经常都讲 议会政治 民主 程序公义 今次脱欧的例子就是 就违反了这些 但是 没有人会从这些角度去想 每个人都在想 脱欧之后 香港经济如何 英国经济如何 这些都是很有趣的 国际评论的路线 你就是说中了我心意 我最关心就是你 我真的不关心你 脱欧之后的民主程序 我就是股票不能炒 这就是典型香港人关心的东西 下次再讲其他话题